为了提供原民学生更好学习环境 建国科技大学成立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 20号举行接牌 校方表示彰化虽然不是原乡 但期盼透过原资中心推动原住民族相关活动 促进校园多元文化教育 学校的资源很多 那么我们也会在经费的编列上来多帮助原住民 我们希望说原资中心成立以后能够生产再提升 以后我们可以做更多的活动 虽然建国科大原民学生人数不多 但因过去少有机会接触 导致校内原民学生难有交集 互不认识 因此学生期待借由原资中心 凝聚原民学生享行力 这个还没成立之前 其实原住民我们彼此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哪一班这样子 有这个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 大家集合这样 聊个天啊吃个东西 就我觉得应该算是感情上的联系 彰化县目前原民人口约有六千多人 建国科大校长指出 都市族人学习传统文化教育不容易 因此原汁中心现阶段将帮助学生学习族语 加深原民学生自我文化认同 原汁新闻分离彰化市采访报导 我们不见得 takie